两位大人 只要能够救我弟弟 你们提些条件也无妨 是啊 众所周知 咱们南巡呢 民富观穷 清水衙门呀 这大佬呢 年久失修 条件简陋 再加上啊 每年咱们这个 闹瘟疫杂症啊 总得 死那么几个人 所以 这一次能饶小犬一命 小民真是感恩不尽啊 平日里啊 只顾做买卖了 忘了对官府小利 既然师爷这么说了 我这 一千两银票 也算我挤微薄之力 洪老爷 就你们洪家那么大的产业 一千两银票 太微薄了吧 老爷 这 我可告诉你们吧 这洪文光是乱党 他自己已经供认不讳了 这是铁案 虽然 巡抚大人网开一面 可这案子 还是在我们县衙的手里 就您这点银子 不够买你们几个脑袋的 两位大人 这次非来横祸 让我们措手不及 家中虽有博产 却在生意场上难以周转 两位 要是能对我弟弟邵家照顾 并且宽限几天 我想 我爹 一定会给两位一个 满意的答复 大人 好 你既然说了 我就耐心地再等几天看看 对了 如果 再有什么人 到巡抚大人那儿 请个什么手谕回来 那我们可做不了主了 不许多 小姐 谁啊 小姐 金少爷从上海回来了 阿宝哥 阿宝哥 王位 阿宝哥 你怎么才回来啊 老爷呢 我爹在书房 你要去见他呀 那 那你就把我们的事跟他说了吧 这个 怎么 你不愿意了 不不不 我当然愿意了 只是我听说大少爷现在还受到牢狱之苦 在这个节骨眼上 茂然提起咱们的事似乎有些不妥啊 不 再不开口就晚了 除非 除非你已经变心了 文卫 到底怎么了 你别多问了 反正迟早总是要说的 你早点开口就是了 好好好 你别着急 我一定会找机会说的 有几笔重要的买卖 我是将在外居民有所不受 我就自作主张了 作为一个执事 灵活激动 是你的职责 是啊 这就是赵母 哦 哦 姓名啊 你出去 这一次事发突然的 德茂行的担子一下都压在你肩上 真是难为你了 事情能处理到这个程度很是不易 德茂行的事就是搭上我金宝的命也是应该做好的 这次文光的事我还挣需要钱呢 想想文光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好了 我提了 回去休息吧 老爷 金宝有件很重要的事 斗胆想请老爷成全 重要的事是为文位吧 正是 老爷 我跟大小姐 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合得来 可是金宝 你老大不想了 应当明白是理了 明白是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虽然亲如父子 可是会因大事 是应当讲究门当户对 你和文位身份也相差得太远了 如何匹配啊 老爷 金宝虽然只是在洪府当差的下人 但我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 我绝对有能力照顾好大小姐 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 是真有感情的 还求老爷成全 不要说了 行命和文位的亲事已经定了 我就这一个掌上明珠 不希望再节外生枝了 老爷 好了 金宝 老爷将来会给你长得好人家的 老爷也绝不会亏待你的 是 是 阿宝哥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用 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能做主 为什么一样是父母养出来的孩子 当女儿的 无论做什么都是力不从心的呢 文位 你要有耐心 老爷现在为了大少爷的事情 正反着呢 我想等这件事情过了 我会好好说 我想他应该能听得进去的 你现在还一心一意地指望 我爹能够回心转意 那还能怎么办呢 我知道 这些年来 老爷对我的恩情 我如果不报恩的话 我 老爷老爷 爹的迂腹思想是很难改变的 他虽然把生意上的事情都交给了你 但是他始终不能平等地看待你 今天他和你说的话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再这么拖下去 他非必我嫁给姓明表哥不可的 这件事情啊 必须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说 我要是等得起我至于这样吗 怎么了 那里不舒服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有了 阿宝哥 你现在该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急了吗 过去我们可以等 可是现在 现在我们还等得了吗 温温 你放心 我就是豁出我这条命来 我也要对你负责到底 爹 上次拿四行钱的事真是我一时糊涂 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我最后一次了 我已经请娘 把我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为大哥在牢中打点 听你娘说了 我最近花了很多银子 不过为了救大哥 花再多的银子也是应该的 爹 我向您保证 大哥在牢里一定吃好睡好 绝对不会受狱卒跟犯人的欺负的 不把你大哥救出来 花多少银子也是白花 我知道了 起来吧 我已经打听到了 和文光一起闹事的那些同党们 都死光了 他就是报道刑部 也未免人正物正齐全 也许我们还可以跑跑门路 想想办法吗 不过爹 这圣伤大权都是掌握在县太爷手上的 打点些银子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这事在人为 打点是其中一方面 还是要多方设法 多管齐下的 那你 就想想办法吧 你现在还在做梦 谁说没有人证 还请刑部尽快成文 如果没有人证的话 我跟季贵都可以过堂 我大哥的一言一行 我都看在眼里 三少爷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我们要是要你的证词 那不是被你拴住了吗 难道我们县衙 还要看你的脸色行事吗 是 梁高老爷 师爷 红老爷求见 面试 三少爷 你不许让我们的老友所得 这想要的东西 他自己伸腿 就来了 这是三千两银票 是我舅舅刚刚凑齐的 还是洪老爷有钱 我舅舅为了救文光 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 还跟我借了一些钱 希望两位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 既然洪老爷能借到钱 洪老爷还是有本事 好 好 继续借 继续借 两位老爷 何必苦苦相逼 我洪家现在已经 已经惨到这个样子了 是啊 你们洪家在南巡是够惨的 可你位居四相之首 听说你在江浙户还有大买卖 恐怕这只是迎头小利吧 大头早让洪老爷给转移了吧 这 老爷 您是多虑了 我洪福齐岂敢 航君 我怎么看不惯金宝 肯定是他偷偷向官府告发的 不可能 他要是那种人哪 等不到今天 我的财产全叫他卷空了 回去再说吧 还是大人高明啊 这下看这只老狐狸怎么逃 是啊 现在三少爷您知道了吧 本官怎么能受你的摆布呢 是啊 现在我才明白 你们不要闻光死 只是不想撕这个肉片而已 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 金宝跟大小姐是真心相爱 求老爷成全 胡闹 你真是胡闹 我看你真是疯了 如果老爷不答应的话 金宝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那你就跪着 你儿子还在外面丢人现眼吗 还不把他叫进来 是老爷 老爷 王威 老爷 老爷 先吃饭吧 别饿着了 来来来 大家吃饭 王威啊 你喜欢吃鱼的 吃块鱼吧 来 小姐 鱼的 小姐 要 去 销 走 回去吧 自己 骇 庆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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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闹 争 教堡 我要zone 帅 文威呀 没事吧 徐姨 我事怎么了 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文威 快跟你弟说实话吧 如果我打我一顿 能够让别开心一点 那就打吧 你以为我舍不得打你啊 老爷 老爷 打死你 打死你 打 爹 打死你 打死你 爹 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什么 是我 女儿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地得到幸福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一百个不愿意 却还是要用你那套门刀户堆 天作之河的陈词烂调来操纵我的未来 我本来可以光明正大地得到幸福 却被你逼得走到这一步 不 我没有错 我迟早都是她的人 是 是吗 难道真的是她 真的是金宝 他知道一个做男人的责任 他甘心忍受屈辱 我不后悔选择到他 住口 我今天就要你们这些小畜生 知道知道 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爹 爹 爹 你这个畜生 你这个畜生啊 你都做了什么 老爷 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老爷 是我的错 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 请老爷成全我们 你明明知道我已经把他许配给人家 你还用这种手段来占有他 我宏家对你可不薄啊 老爷 老爷 是我第一个 你别打了 别打了 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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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他一永生日了 老爷 别打了 别打了 再打会出事的 老爷 要他打我 要他打 打净薄 打死人家 打净薄 老爷 老爷 我还是你们的老爷吗 我对你不薄啊 你怎么这样对待他啊 你怎么对得起老爷 对得起老爷这么多年的栽培啊 不美心 你这个 滑 你这个 人蛋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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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啊阿宝哥 阿宝哥 快 把小姐跟我拉回去 不是 我 阿宝哥 文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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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阿嬷哥 大夫 怎么样啊 旧伤未愈又添心伤 完全愈合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需要不少的时日 金大爷 你就让我进去看看他吧 小姐 我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他吧 你现在就是再心烦 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我能够 我能够改变 毕竟我才是这家里的一家之长 娃娃让我没想到的是 平日里让我骄傲的两个孩子 还有我信任的四行直事 一个个都让我心碎 老爷 你要注意身体 千万要想开啊 我想得开 想得开 如果现在把文位 嫁给金宝 你说怎么样 老爷 你说的是真的吗 文光生死微卜 我 我不得不向个万全之策 找一个得力的人 来托付红家大业 你看 金宝贤在这个样子 他能承担得起来吗 阿宝哥 我一定让你担心了吧 我愿意为你受苦 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 你这么痛苦地付出之后 坏来的只有冷漠跟等待 那等我们真的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相信京城所致 京市未开 再给老爷一点时间吧 你别傻了 你坏来的只会是无窮无尽的痛苦跟等待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要变高 你这是干什么 要么远走高飞还来得及 要么就此解脱 如果我们一定要被爱所折磨 那还不如早点解脱吧 别跟这种傻事 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吗 当然有 不认识 你有种父皇权 就没有想带我姐走得远远的 京城所致 京市未开 太愚蠢了 阿宝哥 你为德茂航做了那么多的买卖 让我爹得到了那么多的利润 这是你给他最大的回报 可爹开了金石了吗 他是铁石心肠的 十一之词 只希望你们离开这里之后 对我姐真的好 让她一辈子平平安安 幸福快乐 这就是你给我们宏家最大的回报 况且你们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 现在就算你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孩子想 万一我爹他不松口 你们怎么金城所致 我姐肚子里的孩子能等吗 三弟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但现在大少爷还身陷牢狱之中 洪家还需要我的帮忙 洪家没有人了吗 阿宝哥 洪家还有我 官府就是要榨钱 只要你们离开之后 我爹就会想清楚了 官府他拿了钱之后一定会放人的 你们放心 舅大哥还有我在 阿宝哥 你快下决心吧 要走就要快 趁我爹现在心里乱顾不着你们 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需要帮你们准备什么吗 我们在湖边有一条小船 划到湖州去应该没有问题 阿宝哥 我求你了 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快走 阿宝哥 不不不 现在亲上加亲 我应该叫你姐夫了 你们多保重 你们在哪儿安顿下来 一定要给我消息 人还茫茫 你说我们该去哪儿呢 阿宝哥 阿宝哥 你不是上海有很多商家都弃中你吗 要不这样吧 你们到了湖州之后 转大船到上海去如何 也好 这边我会帮你们隐瞒的 你们放心吧 等爹发现之后 你们已经走远了 四弟 那我们走了 老爷跟家里就交给你了 放心 都交给我好了 听不懂了 快走吧 走吧 爹 娘 爹 什么事 慌慌张张的 我本来一大早想去给爹请安 到他屋里去 他屋里没人 我以为他找金宝去了 我到客房 客房居然也没有人 门头还开着 那客房昨天晚上 金宝不还在那里养伤吗 麻烦就在这里 金宝也不见了 他们两个都不见了 会不会 这不是他一举的东西 其实爹 姐跟金宝 既然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再追究也是无意的 毕竟他们的事小 可是大哥的麻烦 真的还需要化解的 可你最近身体又不好 千万得想个万全之计啊 是文路不才 但是为了家里 我还是可以尽点力气的 如果有什么事情 爹您尽管吩咐 我来跑腿就是了 老爷 文路说得不错呀 文路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目前当务之急 就是要跑趟上海 这些年爹的业务 都是交给金宝来做的 当然这也不能够说明 金宝他是动了什么手脚 但是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再者 目前的形势 但是 南巡似乎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倒不如 咱举家迁移 爹呢 把你的钱财稍微整理一下 因为舅大哥呢 倒是真的需要用钱的 我乘这个机会啊 跑一趟上海 顺便探探路 等到一切稳定之后 就把你们接过去 不过 这当然是文路的一面之想 爹您有什么其他的安排 儿子听命就是了 文路他也是一片好心哪 再怎么说 现在我们也只有依靠他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 要不要我们在湖州 待一段时间再走啊 我没事的 昨晚划了一夜的船 有点头晕 我歇会儿就好了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我在想啊 我们就这么出来了 真不知道老爷 会怎么说我爹呢 怎么 你后悔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 还说这种话 要不 你自己一个人回去 跟我爹赔罪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逗你的啦 来 对了啊宝哥 你打听过了吗 从湖州到上海 我们该怎么走啊 哦 我打听了 湖州城内外啊 水路路路都很顺上的 走水路的话呢 我们就来船票 如果走路路的话呢 我们就先划船到嘉兴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到上海的火车班子 这样最快也最安全 我没坐过火车啊 都说啊 坐火车又快又安全 阿宝哥 我们坐火车吧 行 坐火车吧 嗯 嗯 这是金宝从上海德茂行 带来的账目 文书 和一些银票 你带着他去上海 不指望你重振旗鼓 这至少 也够你正常运转的了 爹 咱家里就这些银票啊 真正做大买卖的人 家里能有多少银票啊 你记住了 宏家现在是乌漏偏糟连夜雨 你去上海是权宜之计 不要因为没有钱花了 就变卖私行 爹 这个我知道的 你也想多了 我只是去帮你清理而已 这里外的事情 还都是要靠您的 那就好 我希望你心里是这样想 好啊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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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来 文卫啊 你在那边休息一下 我去那买票 我不要休息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 你去买吧 哎呀 这卖票的地方人太多了 你呢 坐在这里休息休息 一不顾西自己的身体 我还担心我们的孩子呢 走吧 来 看好行李啊 嗯 对了 钱拿好 你快去吧 走好啊 走好啊 再见啊 好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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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卫 你没事吧 买账了 我没事了 太好了 票我已经买到了 我们进站吧 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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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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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媳妇怀孕 我得照顾他 站好 文卫 文卫 拿着票 别人可以坐 就能找到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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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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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清楚了 这几个乱党分子 常溺于你们之中 准备乘车去上海谋乱 本官奉命调查 官老爷 我媳妇怀孕了 能不能先查我 行啊 先查你 排到最后面去 不用了阿宝哥 你先排队 我到车上去等你 行 你先上车啊 快打快打 快打 南娜 一个个给我检查 女的放心 快打 快打 别担心 你先上车 男的别动啊 快打 记着我 废号落座就能找到人了 快打 走吧 我先走了 你 过来 再见 再见 小姐 刚才那位手臂受伤的先生 是 是你男人吗 是啊 他怎么了 他刚才在排队的时候 跟人打起来了 叫衙门的人给抓走了 他让我赶紧来找你 去跟当兵的解释一下 你别犹豫了快点走吧 他在那边等你呢 你快告诉我 我丈夫到底在哪儿 哪儿 就在前面呢 你的包好重啊 我来帮你拿吧 不对 你说我丈夫被带到衙门去了 可这越泽越荒凉 衙门肯定不是往这儿走 我来帮你拿吧 我为什么要给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想干什么 你别管我是干什么的 两位兄弟 这位置好像是我的 这不是对号入座的吗 多有个狗屁号啊 老子今天就坐这儿了 你有能耐跟老子抢啊 行行行 要做你做吧 只要告诉我 有没有看到一个 穿粉色衣服的女人 老子见过的女人多了 还都是没穿衣服的 把你怀里的钱偷出来 少说我嘴 你男人给你钱的事我都看见了 有一大把呢 快点 给我吧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想让我放你走 除非你男人再拿一打钱过来 你就算是要绑票赎人 你也要去通知啊 我丈夫现在都快要上火车了 你不去告诉他 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 要怎么拿钱来赎我呢 让我去找他 你好趁机留走 你当我傻子 不是 不是的 那这样吧 我知道 我知道这附近有一条船 你可以把我绑起来 扔到船上 把嘴堵着 然后你去通知我丈夫 在哪儿 船上有没有人 没有 绝对没有 就是我们从 从湖州滑到嘉兴的那条船 就 就停在前面不远的河湾 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一刀杀了你 我 我绝对不会联想细语的 走 文卫 快点 文卫 一路深呼 文卫 文卫 再见 文卫 文卫 一路好 恩 文卫 回网 文卫 AB hugely 文卫 不准 好像不准 鞭丧 别咬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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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温 去上海的火车 早开走了 那这张票 我可以换一张吗 开什么玩笑 时间都过了 买下半车去吧 那 那 下一班 什么时候开啊 早呢 要等火车再开回来 我可以换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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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能翻出咱们的手掌心 这样 先把红家 先把红家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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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觉得这次官府是下了决心 要对咱们赶尽杀绝 这儿不是九流之地 老爷在上海 不是还有些产业吗 我们不如到上海再谋发展 我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文光的事还悬在那儿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救出来啊 现在要是去上海 那文光依靠谁啊 彭家遭此劫难 在南巡这点基业 彻底崩垮了 只有靠我让金宝 转移到上海的那点东西了 金宝这孩子 到底在哪儿啊 我先是就需要爱吗 哪儿呢 救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